北冥有声 喂 你别乱跑啊 赫山焦急地呼喊 可秦广已经红了眼睛 这位刚从医院出来的主播 精神再次处于崩溃的边缘 他不想自己刚出来两天就被送回去 人在受到恐惧的刺激下 潜能会被激发 肾上腺素飙升 身体素质有很大的提高 平时不怎么爱运动的秦广和赫山 在红衣厉鬼的追赶下 硬生生地穿过了大雾 他们面前出现了另外一栋建筑 精华小区A栋 没路了 千万别进去 如果被堵在房间里 那可就死定了 赫山高声提醒 他这边刚说完 就看见楼道口钻出了一个人影 双方看见彼此都愣了一下 还是秦广最先反应过来 你是小孙 没想到还有现存者 孙小军非常惊讶 他还想说些什么 忽然感觉黑雾中血气翻腾 数位红衣紧随其后 这阵仗把他这个鬼窝演员都给震住了 我去 你们都干了什么 小孙二话不说你 我头就跑 重新钻进了精华小区A栋 生物在出现危险的时候 会出现羊群效应 领头羊往哪跑 羊群就会跟着一起移动 秦广一看见小孙进入了楼道 他直接拽着赫山野一起跑了进去 三人一路向下 这栋楼好像直接通往地狱一样 一层又一层 看不见尽头 赫山内心绝望 但他已经没有回头的路了 只能跟着小孙和秦广往下走去 孙哥 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秦广也慢慢发现不对了 这楼延伸到地下 就好像没有抵视的 我也不知道啊 你们为啥要跟着我呀 孙小军只是猎鬼 他也害怕红衣 尤其是在做了亏心事之后 两名游客就这样追着一个鬼 来到了京华小区A洞最下层 一路上他们不敢有丝毫停留 因为这栋楼内住着很多不正常的邻居 那些人看着他们的目光 就仿佛要生吞了他们 血液顺着扶手和墙壁低落 黑卧倒灌 三名游客已经无路可逃了 怎么呀 没路了呀 我早就说不要往建筑里面跑 你们就是不听啊 进房间 快 躲进来 马上参观时间就结束了 三名游客随便推开了一扇门 他们捂住口鼻躲入其中 这是什么 搬上房门之后 赫山他们才发现 客厅里没有家具 只是摆放了一大堆老式风和电视机 那些电视机落在一起 光是看着就让人觉得很压抑 感觉怪怪的 屋内突然安静了下来 走廊外面的脚步声也逐渐消失了 他们所在的这个房间 就好像被时间遗忘了一样 空气凝固 沙沙的电流声响起 摆放在最中间的那台电视屏幕突然亮起 淡淡的冷光映照在三名游客的脸上 黑白雪花里隐隐约约约能看到一个 正在慢慢朝着这边走的黑影 当屏幕恢复正常的时候 一张孩子的脸出现在了屏幕上 那个孩子的目光就好像穿过了屏幕正盯着三名游客一样 他冰冷的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 身体向后退出 紧接着 屏幕上出现的场景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 三名游客的身影出现在了电视屏幕当中 而那个小孩此时就坐在他们三个中间 他就在这里 秦广只是自己深浅的空地 眼睛明明什么都没有 但是电视机里却清楚地显示那里站着一个小孩 应该是投影吧 赫山话没说完 客厅里所有电视机的开关被同时按下 全部屏幕都亮了起来 沙沙的电流声折磨着游客们的每一根神经 等画面稳定之后 三位游客看到了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恐怖场景 每台电视里都在播放着极为恐怖的片段 那些片段就发生在恐怖窝当中 而有些片段的主角就是他们曾经的同伴 珍视道窒息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所有杀人魔猎鬼 红衣仿佛都约定好了一样 他们在某一个时间 似乎察觉到了有人正在看着他们 电视屏幕中满手血腥的他们 缓缓扭头 一双双眼睛 全部看向了屏幕之外的三名游客 充斥着血丝 满是癫狂和血内的眼珠子盯着游客 那些猎鬼和杀人魔脸上表情慢慢发生变化 他们就好像找到了新的猎物一样 拿着各种各样的胸起 缓缓朝着屏幕走来 他们距离屏幕越来越近 一张张恐怖的脸贴在屏幕上 三名游客已经快要被吓死的时候 客厅里所有电视机突然全部被关上了 冷光瞬间消失 三名游客瘫软在地 仿佛重获新生 他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 可还没等他们缓过神来 所有电视机又全部被打开 这次屏幕中只剩下了受害者 却看不到那些杀人魔和厉鬼的身影 他们去了哪里啊 鹤山有些结巴 而就在这时 他们身后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咚咚咚 三名游客瞬间离开了房门 脸色煞白 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去开门 敲门声变得密切 门板晃晃 十几秒后 那扇门突然被打开了 走廊外面什么都没有 但是屋内光线却突然变暗 电视机屏幕发出的光亮 似乎被什么东西遮挡住了 离电视最近的赫山 扭头看了一眼 他的视线直接凝固在了电视机屏幕上 所有电视机上的画面都发生了变化 全部变成了他们所在的这个房间 屋子里除了他们三名游客外 还密密麻麻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影 血液低落 屏幕被染红 一道道身影在房间里出现 那电视屏幕中播放的画面正在变为现实 秦广已经被吓得崩溃 赫山在昏迷之前一机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来鬼屋玩时的场景 如果那个下午我没有贪图便宜 使用那张快过期的乐园打折卷就好了 运尸车的轮子压过路面 老周哼着小曲 心情愉悦地将一车车游客运送出地下场景 在这里工作得越久 老周却越喜欢这份工作 他很庆幸当初诚哥捡走了他们几人 现在老白成为红衣 断月走出了悲伤 连最颓废的颜大年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这一切可以说都是因为诚哥 回头看了一眼站在红衣当中的诚哥 老周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弄清楚了 这次之所以会出事 只要原因在乎 我低估了你的能力 诚哥和数位红衣将小松围在中间 松哥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老板我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补救的机会啊 你想怎么补救 小孙从地上爬起 走到了红衣衣身前 他双手抓住了红衣衣的手腕 将红衣衣的手放在了自己心口上 姐 我发誓 不管你孩子是生是死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他 说完这句话后 小孙心口上冒出了一道 黑红胶织的细线 这条细线缠绕在了红衣衣的小指之上 厉鬼想要成为红衣 需要有自己的心 心就是有这样一根根血丝组成 只不过小孙体内的血丝全都是黑红相间的 非常诡异 凝视着小指上的细线 红衣衣停顿了很久 然后轻轻点了下头 小孙 你这样会不会把梅雨 传给红衣衣啊 诚哥小声行为 他是真的担心发生这样的事情 听到诚哥的话 小孙委屈得要哭了 诚哥这才赶紧地安慰了他两句 既然红衣衣原谅了你 那你们之间的事情就此了结 不过你这次 差点把鬼屋给拆了 这笔账需要另算 我也不是故意的 鬼屋拆了也不要紧 问题是 你差点把那个叫马蜂的人 给我活活吓死 人家晕就晕了 你为什么还要一次次给他叫醒啊 我在监控里 看着都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甚至都开始同情他了 诚哥说的是实话 休克昏厥 这些都是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人家已经被吓晕了 还要一遍遍弄醒 这跟身不如死有什么区别 我要说我是想救他 你们信吗 小孙摊开了双手 表情很是无奈 等马蜂醒了 他要是听见你说这话 估计会再气晕过去 诚哥和周卫的员工都笑了起来 小孙总是好心办坏事 这也不能全怪他 他本身的能力就是这样 有很多年轻人的能力就是这样